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已经音讯全无 唯一一位能被大家熟悉的就是第四名的赵雅芝 能在众多的美人堆里拔的头筹一定需要亮点 而其中能被观众和评委首先大为关注的就是外貌 具备欧美血统的混血儿 尤其占据优势 高鼻梁 大眼睛等等 能迷得你神魂颠倒 第三届港节比赛中获得冠军的张玛丽尤为低调 或许知道她的人尤为甚少 毕竟那已经是过去46年了 张玛丽本来祖籍是江苏苏州人 祖母是英国人 家人间居香港后 1952年张玛丽出生 由于家庭原因 张玛丽到6岁的时候被家人抛弃 流落街头 由于只知道自己的出生年份 不知道月份 后来她就以8月11日定为自己的生日 因为仰慕苏州神闻风情和文化 她又将苏州定为自己的故乡 至今她仍然会记起母亲那天丢弃自己的画面 但是一直没有对爸爸的印象 那个飘摇的年月 年幼的张玛丽就在街头艰难求生 心中难免生起对父母的怨恨 不理解为什么别人可以牵着父母的手走在大街上 自己却只能孤苦伶仃地乞讨而生 直到她9岁时被香港社会福利署发现 并送往政府的保粮局进行抚养 这才算过上了稍微正常的生活 多亏了保粮局对张玛丽生活上的照顾 尤其是在教育方面的教导 让她从小就明白要好好学习 努力摆脱自己的命运 也在她幼小的心灵 种下渴望成功的种子 通过自己在学业上的努力 张玛丽以优异的成绩从初中毕业 并考入圣心学校进行商科的学习 随后毕业顺利进入尼士丽亚领事馆工作 两年的工作让她练就了一口流利的英语 同时开始散发她独有的魅力和智慧 由此也让同事大力支持 她参加改变其一生轨迹的港姐大赛 按照港姐赛后的惯例 在获得一到五名的名次之后的嘉丽 都会进入TVB工作 参演影视剧或者发行唱片 实现人气增长获取知名度 可以有个较为稳妥和前景的发展 但是张玛丽却反其道而行之 获得冠军之后 非但没有技术无限 反而选择了去另一家电视台 参与幕后工作 而这背后的原因却很值得佩服 其实在张玛丽被同事怂恿 参加港姐比赛时 她不是因为同事缘故才参加 而是刚好当时TVB举办的港姐比赛 会对素人进行完全免费 且专业的礼仪和形象训练 而张玛丽在进入领事馆工作前的第一理想 就是当空姐 可是没有被选上 一直以来这个心结久久在心中扎根 刚好港姐比赛可以弥补自己的缺陷 让自己更加完善 本来对夺冠没有兴趣的她 意外地获得了第一名 真是无心插溜溜成音 让她一夜之间红遍了整个湘江 但在夺冠之后 张玛丽没有选择在TVB职业规划 一目了然的演艺路线 而是选择了去另外一家电视台 从事了编导助理 参与节目的幕后制作 一直到电视台倒闭 都没有到台前露面 随后进入了下一个东家 力敌电视台 拍了不少较为经典的作品 比如《恶与泪》 《天残变》等 可惜发展一般 到了力敌电视台 张玛丽也没有热衷于演艺道路 而是做起了主持 思宜 还在编工编读 在湘江理工学院 进修了两年的工商行政管理专业 其中的学费就是来自于自己的港姐奖金 空闲时间还会学习绘画 摄影 撰写专栏文章 也许是张玛丽多年的非演员的打磨之路 让自己无论是气质还是智慧上 也比同期其他艺人更加突出 所以才会遇到他一生不会忘记的男人 李小龙的名记在华人圈乃至欧美都非常大 也让他的大哥李忠珍始终被冠以李小龙哥哥的称号 其实李忠珍是一位博士 曾任香港皇家天文台台长 在专业圈内还是个名人 而在与张玛丽结婚之前 她曾经与湘江才女林燕妮有过一段婚姻 还育有一子 1980年张玛丽和李忠珍情投意合结为连理 婚后分别在1981年和1984年 为李忠珍生下了一儿一女 儿女双全很是幸福 但有趣的是 林燕妮在文章中写道 李忠珍和她离婚后感情也很好 甚至连她再婚也是征求过自己的意见 结婚后的张玛丽放下工作 逐渐地淡出娱乐圈 在家相复教子 当了妈妈后的张玛丽才总算体会到 身为人母的不义 在照顾孩子的过程中 渐渐地开始理解 当初妈妈为何会忍心抛下自己的做法 也让她以更加善良包容的心态去对待他人 也就是在相复教子期间 张玛丽开始了自己下半生 一直未曾中断的慈善事业 1988年 张玛丽参与策划1988港姐慈善阅历 公益筹款活动 由此也获得了港姐史上第一位 也是唯一一位 获得香港十大杰出青年殊荣的港姐 她还曾在香港诸多知名大学 以及北京和清华大学 先后教授礼仪课程 当婚姻走过15个年头 1995年40岁的张玛丽 和丈夫李中琛选择了和平离婚 婚姻受挫后的张玛丽 成立市场推广有限公司 专门从事礼仪与形象培训 企业形象塑造和市场推广 她将自己20多年的经验 化成独特的培训方法 成为香港礼仪培训第一人 后又被大陆邀请开画展 编写具有个人奋斗历史的散文集 美丽的回忆 在港开办摄影展等 张玛丽多年在形象公关方面的积累 让其成为内地很多外交官 以及香港官员的专业形象 她还接触电台工作 主持过多档节目 其中百分百张玛丽 这个在每周六晚间连续两小时的节目 做的是最久也最出名 在自己事业争争争事上的时候 张玛丽没有忘记母亲 终于在2002年 打听到母亲已经迁居海外 没有指责和怨恨 张玛丽多年来未得母爱 在和母亲十年的陪伴之中 得到了些许的补偿 2012年张玛丽在美国的一场步道会上 认识了她现身的丈夫余文平 当时余文平不惜万里从美国追到香港 只为张玛丽能够答应她的求婚 后来两人喜结连礼 余文平的身份也得以被曝光 据悉余文平是一位知名的建筑师 其父亲乃是香港清卉大学 传理学院的创办人余耶鲁教授 身份极为尊贵 两人到现在仍然是十分的幸福 张玛丽曾回忆到 她追到回来香港 因有感知是神赐给她的姻缘 一心要向我求婚 这段黄昏恋最终能够修成正果 也得到了儿女的大力支持 说到她的儿女 是令她最为自豪和骄傲的 儿子李伟豪在澳洲墨尔本当教授 而女儿也在该学校修读硕士课程 儿女都已经学有所成 看到母亲寒心殊苦 把自己兄妹培养成人 于是兄妹俩也一直支持和鼓励母亲 寻找自己的另一半陪伴终身 虽然张玛丽再婚 但其护照上的姓氏仍是理性 说到为何张玛丽至今惯以理性 其实除了对于王夫的思念之外 亦是佩服其个人品质 现属金的张玛丽 省闪在每一年的清明节 去欧洲墨尔本 拜祭王夫李中称 早前还难得在社交网上贴出照片 并寄托自己的思念 说此深情 怪不得能称之为传奇港姐 从其社交网上可以看出 当时67岁的她 神然是明艳照人 身材更是保持得十分完美 这其中的原因聚集透露 主要是因为常年保持开朗的心情 加之自律的行为 在吃的方面也是以清淡为主 由此才塑造了现在洞灵的张玛丽 然而截至去年 她在新城电台主持了26年 有情有义的张玛丽 却惨遭电台送来的大信封 由她主持的节目百分百张玛丽被喊停 两周后正式结束 张玛丽不舍得 所以表态宁愿不收钱做节目 然而电台的回应是不收钱都不用你做 等同于将她炒掉 新城电台此举也并非是针对张玛丽一人 她不过是被裁掉的人员之一 对于张玛丽而言 在新城电台做DJ不是图收入 就如之前所说的 是因为做久了产生了感情 这才抛出了不收钱也想做的请愿 张玛丽会说不收钱也想做 当然也是建立在底子比较雄厚的基础上 根本不靠电台主持收入维持生计 张玛丽还在社交平台上拍片表达晚些之情 直言没想到自己的这个节目也被取消了 只剩下两个星期的时间 她直言就是被炒鱿鱼了 不过她也表示自己很乐观 经济没问题 完全不靠电台工作创收 只是想借节目分享人生 生活 张玛丽如今虽然在圈内不具太大的知名度 曾经活跃在娱乐圈的时候 也没有什么代表作 不过一直都很努力 如今有自己的公关公司 生活安稳 收入稳定 舍不舍得 结果也已经是尘埃落定 换一个角度来说 天下无不散之言习 没有什么永垂不朽 离开是迟早的事情 张玛丽也该接受这个现实 当然也不是不能理解张玛丽此刻的心情 毕竟做了26年 感情很深 更重要的是自己一腔热情 被电台的一喷冷水 就这么浇灭了 这应该才是她暂时接受不了的 她直言人生总会遇到逆境 外在环境亦不能改变 这时候与其抱怨 倒不如自强不息 开心充实过日子 无可否认拥有充足资源 的确是对学习和时间计划有很大帮助 但资源短缺 也未必注定失败 身处于劣势 反而会激发斗志 锻炼应变能力 提升解难技巧 主动寻求出路 属今68岁的张玛丽 依然名焉照人 经历过失败婚姻的她 坚强走出阴影 在收获爱情 幸福满满 属今的她放下过去的怨恨与执着 把握当下活出自我 散发独立女性的自信光芒 被称为一代传奇港姐 当之无愧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如果你喜欢瑜伽太太的视频 欢迎点赞 分享视频 并订阅我的频道 我们下期再见 再见 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